前一玩意,两吨钟的玉,你让我扔了,那被谁弄住了,那你说这个则是算谁的,如果被谁偷了,这则是又算谁的,反正但是我又不能现在就跑呀,我弄得特难受。 但是通过这件事情,嘉庆皇帝确实是向全国人民做了一个表率,可我那个人不好这玩意。 你看看一生,对什么声色全马呀,对什么真玩自画呀,不信用。甚至他玩,都是为了完成自己皇帝的使命,才去玩。 比如说,他恢复了这种叫木兰丘手玩意,当中的乐趣。 跟列祖列宗留下的那些好习惯,他打的也要上的,这个习惯,要对列的。 但是接轨的过程当中,你发现这个皇帝一点儿都不喜欢打电。 那他就出去象征你比划两下,打两只兔子,两只跑,行,叔叔,赶紧回去看走者,对这事儿没兴趣。 而且,在张红杰先生的研究当中,这个嘉庆皇帝,木兰丘兽的所有路线和时间,完全是按组织来的。 就是当年,俺的爷爷,俺的爹,他们怎么打的,走的那条路,哪天早上几点钟出发,晚上几点钟收队,完全按组织。 就说白了,这个人呢,没有什么趣味。 他玩,都是为了履行自己皇帝的职责。 所以你看,他情节到了这个程度。 当然这里边还有个情的事儿。 有一次也是,就是冬天嘛,清代的皇室有一个经典的娱乐活动,就是看兵记。 让一些太监和外面请的一些艺人呢,在冻起来的湖面上啊,就是玩滑冰表演。 滑有滑冰,就皇帝看完。 看完之后呢,然后他就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场所。 把今天的奏折拿去。 哦,嗯. 嗯。 他居然下了一刀链 这在中国代的历史上很少有 我至少没有见过第二个 身是全国圣像 从文宏到南韩到大小 所有官员一起身吃 说我他妈这天天起舞不敬的 我在为这国家操作 你们居然因为天冷 还记得我心疼我 今天不用奏折 让我没事 我这么紧正的一个方式 怎么能让我没事的 一起身吃 这件事情在嘉庆场上 还有一专门 这天太热了 还有一专门家祭祀 然后十点钟也是回到办公场所 说来召见官员 结果当时的主政的一个叫瑞琪 我希望说 太热了 那些少人就祭祀了 然后半天 说我今天要建签 今天要建签 也是龙岩大王 我说你怎么能让我来 我天天就是靠请政 我才在历史上 投下你的地位 你居然让我突然一天 结果把这个瑞琪弄去发疯 降职好像没有 发疯 据说是送到宗人府去 然后以罪 所以你看 他一直使用这种方式来执政 来确保自己 是一个绝代的英文 按照正常的受德典范 来行事的罪 家宋皇帝的好处 真是受得紧受过 包括他过五十大寿的时候 有一个御史 你说 那我们按正常的皇帝 过五十大寿 祖宗 你不是讲组织吗 祖宗就这么过 咱们在京城啊 小小的热闹一下 演十天戏 可不可以就上了这么一奏折 其实什么 当然也想拍马亭 就是帮着走着 就给他踢过你 说你什么人 你要知道你可是御史啊 你御史 窜斗我做皇帝的人去玩 如果我要玩 你御史的责任应该是什么 应该拦住我玩 你怎么能还窜斗我玩 搭配到 并将疾苦的地方给当成 这就是假情了 对我自己要求疾厌 但是刚才我讲这故事 你可能对他有误解 就是这个人又很惨謳 不是 他还战斗了这么一点 他是一个非常会情绪成家的人 而且非常有同情性 在史料当中我们看到 有几个这样的小故事 比如说 有一次 有一个湖北的学政 叫杨帝归 这个人呢 到皇帝的跟前 就汇报大帝的情况 然后静儿的时候 因为大夏天 皇帝非常热 但是皇帝立即就把杀人扣下来 因为军臣纵队之间 臣子是不能挥杀的 这是礼质 你臣子再热的 汉珠皮拉巴拉往下掉 你也不能扣山 皇帝就能做到这一点 我把山子引额下来 汉是床山 也是汉如雨下 但是再也没有牙齐 这把山子 所以这一路回到晚年 自己写了一路照 所以这一路 他把山子感动得 送了一路 他把山子帮走 就是这一路 而且他经常不是去 木兰丘寿嘛 在路上 经常有百姓 拦交告状 他每次都是要求把交易停下来 然后甚至是亲自审理案件 如果不亲自审理 也把这个案件 立即要批准地方 和静儿来的解决 所以他自己又承担 这个上讨的目的 而且他在当时清代的政治当中 也推出了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改革 就是紫禁城骑马 作为给大臣的一个恩赏 就是你到宫门 可以不下马 一直骑马 骑到该子到的地方 可是有些汉族大臣不会骑马呀 所以他可以允许汉族大臣 叫赏紫禁城骑马 其实你可以不骑马 做教 这是对很多汉族老年大臣的一种 优秀的行为 对啊 这就是嘉庆皇帝的自己人 你看为人也很好 那你说这样的人 贵国很农包吗 他又不农包 你比如说 乾隆皇帝当演讲 我们刚才讲的嘛 1799年正月初三演讲 正月初三就把和尘家叫 五五两几天就一尺白铃子 四和尘家 所以你看 这又是一个非常有决绝的人 而且后面我也讲到 嘉庆皇帝 在他执政的二十多年间 其实推动了 当时他能够想象的 最大力度的改革 所以他真的是当得起 张宏杰封他们这四个道 叫英明伟大的帝王 那请问 他又为啥一事无成 怎么才能每天听到罗德罗60秒钟的语音呢 首先在微信通讯录当中点击订阅号 然后点击右上角的加号 在搜索框当中输入罗纪思维四个字 姓罗的罗 没有走织哦 点击搜索 在搜索结果中 点击这个 Y9号 就可以了 如果想让咱们的罗纪思维更显眼一点 你可以在资料界面上 点击右上角三个点的按钮 在长途的界面中选择天驾导出名 罗纪思维就跑到你的手机桌面上来 话说到了嘉庆四年的正月初三 这个时候已经89岁高龄 已经把持天下60多年的乾隆皇帝 终于把持不住了 撒手成还 去也 这个天下的单子就落到了嘉庆皇帝的身上 那他这个时候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这还用说吗 一个王朝到这会儿 一定问题出在贪污腐败身上 到了要打苍蝇 而且打老虎的时候了 可是要知道 这苍蝇老虎它不是一天养成的 其实在乾隆朝的后期 整个大清王朝的欢迎系统 已经到了通体截然的程度 这苍蝇老虎已经形成声带了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你就别办贪污 你只要办一个 像毛主席保证 这一定是一个窝 就是一挖 其中最典型的一个案子是甘肃茂镇案 什么叫茂镇呢 镇就是镇纪灾民的那个镇 也就是说整个甘肃官员想 怎么挣点钱呢 好点快花花 王上有钱 那王上钱怎么掏出来呢 我们就说这个 招灾了 没太说成有灾 把小灾说成大灾 然后陆陆续续从皇帝那儿 骗了八百万两斤的 让河省官员一看 你看这本钱上叫宣明吧 就给分了吧 官职大选 生就把这笔钱给死分了 所以东朝始发之后 连秦龙皇帝不仅是报复 而且无计可施 你只能按照大清律的一看 全得死 可一死之后 整个甘肃省又没关系 正难成了 所以不得不重发生 首先两万两银子以上 就发生 两万两银子以下的 在顺序里代罪迷工 继续搬过 所以到这个时候 京王朝已经变得很 很多很疼 真不疼 嘉庆皇帝上台之后 那第一件事 那就是办这种事 当然人家很有主意 上来就打老虎 而不是打苍蝇 先把河省给搬倒 搬倒之后 在这个府里搜出了 搬一两银子 这银子什么概念 足以抵大清王朝 当时十年的碎路 所以才有那么一句话 河省跌倒 嘉庆吃饱 可这不算完 因为这只是一只老虎 还有大大小小的小老虎呢 还有大苍蝇 小苍蝇呢 接着来 在嘉庆执政的初期 我们看到的是一种 不胡向上的升级 至少在皇帝的御址里 你能看到这种气味 为什么 杀法决断 坚决成态 就在河省跌倒的同一年里面 全国十一个总统 弹倒了六位 这是建交中国史里面写的数据 而且在嘉庆七年到十年的时候 据张峰杰先生研究 他看当时大量的什么 史料 就发现 几乎每一个月 都有地方上重大都市的人事变化 就说明了 那个时候皇帝是非常重视 从人事上撤离解决 他无腐败问题的 可是我们知道 这个古代王朝的皇帝 其实在我们今天眼里看来 这个是非常可怜的人 因为他控制那么大一个地固 他可以用的手段很少 有点像我们今天的央行的行长 虽然说好像他对全国的经济 负有调控的责任 可是他又怎么调控呢 说到底就是一个工具 就是利率 是紧一点还是松一点 对吧 当年的嘉庆皇帝也是一样 因为中国儒家发明的 所有治理天下的技术里面 无非就那几条呗 从政是宽一点还是猛一点 对待官员系统是严一点还是松一点 无非就是这样 嘉庆皇帝当年也是跟那个亚航行长是一样的 面对这个天下他无计可使 刚开始承探力度非常大 但是大来大去发现 根本就没有办法解决 整个腐败是通体接览的问题 举个例子讲 他其实当时还推出很多这个廉政国贩 其中有这么一个御史官员 当年就是开个头炮 像和珅发炮弹的第一个人 假情火炮 然后派他去管四川的军需 因为那个时候四川在打仗 又发现这个人非常能干股 然后又调回北京当军部师了 当军部师了 第一年年底一场 这是贪污四万两云 而这个时候在这一点过程当中 嘉庆皇帝反复下执 让全国官员向这个人学习 你这不低道吗 你不仅是贪污我犯法 你打王人的脸 啪啪打嘴 但是确实就是这样 在例行称探几年之后 嘉庆皇帝觉得非常有那种乏力感 都管我这怎么做 是松一点紧一点 我怎么苦口婆心的说 没有用 如果情况仅止于此也就罢了 在看完张宏杰先生这篇说的时候 我有一个感觉 就嘉庆皇帝他已经彻底沦入一个悲剧人物 因为这个时候在嘉庆朝的很多史料当中 你会发现这个王朝 已经不只是一个宿外的王朝 它是一个汤料